大家好,我是大伟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咱们手掌上的按摩方法 这个方法特别有效果 它可以针对咱们的肩颈 以及咱们的老供血不足 供血量不够的这些人群 带来非常有效的一些改善 那这个方法怎么去做呢 我给大家来讲一下 首先我把手伸出来 然后我会在我小拇指这一侧画一条线 那这条线我们要给它进行什么 按揉 就顺着这条线 我们给它进行按揉 你看啊 按揉 你去把这个肉啊 你把它捏起来 捏起来以后 你会感觉手下有一根小的筋 你把这个筋啊 来回反复在手下这么去捏 这么去搓揉 会很酸 很胀 大家跟我一起来做 看 就这样去搓揉 咱们把这个筋啊 你看就这样去搓揉 捏住它 捏住它 你看捏到这儿 我就捏不住了 是一个皮了 它这个筋就没有了 我们就从这个外侧 这一侧 咱们把这个肉一捏 捏下去去搓 你会发现有一根筋 咱们就把这个筋给解开 解开以后啊 它这个穴位的刺激 以及我们这个远端的一些刺激 它可以改善咱们的肩颈 以及改善咱们的脑工穴 你为什么呢 给大家讲两个穴位 一个是后细穴 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少傅穴 这两个穴位啊 它其实都有这些功效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相信这个方法 既科学同时啊 又便捷又方便 我们做一做就知道效果了 咱们就按揉 捏住 看 捏住 来回的搓揉 再往下 我给大家画几个点 第一个 我们设定的这个点啊 在这儿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第四个点 其实第四个点来讲的话 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你看 我们每一个拇指的距离啊 都是一个点的距离 大家有没有看到 看 一 二 三 四 对吧 好 我们就按这四个点来啊 第一个 先跌 好 我们可以这样反复搓揉 搓揉个十下 好 到第二个点啊 依然的 哦 这个点酸 很酸很脏的感觉啊 那我就捏住不动了 我不搓它了 很酸很脏很疼 我就不搓它了 我捏住不动 保持个十秒钟 第三个点 你看 这个酸脏感 我可以忍受了 我继续搓揉 好 第四个点 好 第四个点 明显就减轻了 所以说 我们就这样去做 从上 从这个 从上到下 咱们做个五遍到六遍 就够了啊 就五遍到六遍就够了 做一只手也可以 做两只手也可以 三 这样 搓 非常的简单 一只手做完以后 你去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感觉 有没有出汗 做完以后 就单纯的我们做手机 活动一下肩膀 看看有没有轻松 你就知道这个方法 效果怎么样了 很多中导年朋友们 做这个方法的时候 一定要坚持 且不要就是说 做个一次 感觉好像改善有 但是不是那么明显 那我后面就不做了 这是不行的 我们任何一个方法 坚持下来 一般是三天 三天到七天下来 这个方法有效果 它就一定有效果了 如果说没有效果 做了三天到七天都没有效果的这个方法 肯定也就没什么太大的效果 所以说验证一个方法行不行 大家坚持去做个三天到七天就知道 当然很多大伟提供的方法都是当场就能见到一定的效果 如果当场就能见到效果 那么这个方法就一定会对你有效果 有点绕 这话有点绕 但是大家就这样去做 相信大伟这样去做 慢慢的你的肩颈 还有包括老公学上面的问题都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那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大伟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每天都会分享一个有用的养生小知识 我是大伟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点赞评论 谢谢大家